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則焦點 然後大家呢陸續留言 等一下呢跟斗內一起來 一併來感謝喔 我們先來看看這真的是有鬼啊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我們都知道 剛剛稍早幫大家來掌握 今天上午6點15分 40萬劑AZ疫苗 波蘭贈送的這個疫苗 是抵達台灣了 但是呢昨天記者會的時候 陳時中啊 被問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說有這樣的事情啊 然後時間他也不講清楚 然後呢蔡總統啦 請問長蘇貞昌都沒有發文感謝喔 只有外交部在昨天晚上來發文致謝 還轉發了波蘭官方推特的文章 但是這文章呢也被刪除了 好 你還記得嗎之前啊 日本前幾天宣布說要第四度捐贈疫苗 總統啊行政院長啊 馬上臉書上呢這個圖文並茂啊 馬上就來感謝好感謝滿啊 結果這次呢波蘭捐贈疫苗 回報我們捐贈口罩 這樣子善的循環 卻沒有看到這個我們的官員呢 出面來感謝嗎 只有總統府發言人呢 這一個來跟外交部來做回應 這中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這看起來呢很明顯的對比 很吊詭耶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會再來持續的追蹤 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心理的想法 留言在聊天室裡面 不過呢記得要理性發言喔 另外來看到的是呢 長榮機師接連突破性感染確診呢 現在呢大家人心惶惶沒有錯嗎 因為大家就很怕說 很多Delta的變異株溜進台灣 其實呢很多專家真的是一句話 有講到關鍵 關鍵點是哪裡呢 我們可以看到了像是呢 這位是前幾萬署長蘇毅仁呢 他講說我們現在呢 都還在從第一季的覆蓋率啊 是很大的賭注啊賭博啊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因為人家國外都在拼第二季第三季的覆蓋率啊 甚至已經是拼到要打第三季了 我們還在第一季的階段說 趕快大家要打好打滿啊 這件事情呢 好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呢 這個進入專家小組的召集人張善淳呢 他有一個不一樣的說法 就是說呢這個覆蓋率很大賭注這件事情呢 他的講法是說 張善淳的這個講法呢 我們可以看到 他是講到說呢 這個剛剛講到說第一季到底覆蓋率 這件事情我們是不是太慢了 但他的說法是說呢 這個衝高第一季覆蓋率 還說讓更多人打完兩季 其實是各有優缺點的啊 最主要呢 這個大實話了 他講說呢疫苗不夠啦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可以看到 在這個黃立民的部分 他也講到說 現在面對Delta病毒 打第一季的效果跟沒打是差不多的 應該要加速施打第二季 很多專家都是這樣的看法 可以看到 但是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 要加速的真理 並不可以看到 這樣就有的 你已經摸過了 我們可以看到